产业方面的中国大概就是一个市场准入 有一些所谓事关国家安全 国际民生的产业不让外资进入 那么国家安全当然就是军工产业 对对对不让外资进入 但是在这个什么国际民生 大家都知道那些垄断型产业 不要说外资不能进入 中国民企也不能进入 比如通信能源这些都是国际垄断 所以美国如果想进入这些行业 那就是等于弄了中国政府的前代